百无禁忌,殡葬员工结婚,临车当理车 趁着很多人结婚爱搞怪,有人选大卡车当理车 还有怪手当理车,再新娘 也有人很复古,选择马车当理车 最拉风的就是骑重机当理车迎娶 现在迎娶的方式比花俏创新甚至挑战传统 这应该不是活人做的吧 但就是有新兴人类拿灵车来当迎娶的理车 在彰化当殡葬礼仪师的26岁新郎林伯宏 昨天跟公司借来三辆价值1500万的灵车 与三辆休旅车当理车 迎娶24岁的大体化妆师美娇娘张琼文 不过当车队开到新郎家时 可是吓坏了邻居,不是说要办喜事吗 喜事怎么一整排 对啊 昨天也没有认识我一定要出去 然后我来看张开 穿得很漂亮 然后那个什么 车子都有接那个黑菜 你不知道车去载什么 我不知道车载载载喔 成一客人也不在看那不再看喔 明白啊 车载喔 三代從事殯葬業 也是因為這樣才結識老婆 想用這方式留下深刻紀念 但因老婆懷有身孕 才改坐休旅車 並不會有所機會 那家裡長費呢 他們當然是OK 可以啊 沒有什麼 新娘也在穿著 禮儀式制服的 伴郎伴娘陪伴下 與載著滿滿的 嫁妝鄰車快樂出嫁 董新聞 池在另類報導